作词 李宗盛 我认识他 但是大家很少合作 他是个有信人 做一名演员这是命 做一个布红的演员也是命 做一个被公认演技好 而要布红的演员更加是命 嘉辉和我 大家都是差不多时间出道的 是 他的经历比较坎坷 我觉得一个演员 如果经历很多坎坷的事 应该是一个很出色的演员 梁家辉呢 导演 潘家辉 潘家辉 什么意思 我 我 我没听说过 我终于很明白 我今晚为什么会得奖了 是因为我拍完了整部戏之后 我根本不知道导演在拍什么 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臭他 其实 我是在赢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李宗盛 停 再用力一点 预备 开始 小姐 小姐 李宗盛 对不起 我太用力了 对不起什么 太用力了 干吗对不起啊 你怎么不演下去啊 都已经打了 你的脸 导演 导演 不是不是 其实薛凯吉你这巴掌打得很好 只不过辉哥呢 你的反应好像太夸张了 我们再来一次 已经来了七次了 还来 导演 我看他是来不了真的了 你换种拍法好不好 别用我来训练人 我亲一点 不是用不用力地问 亲一点 你天分这么高 我真不知道怎么接你的照 七开会 你明天 你说什么了 小子 你叫我什么 对不起啊 辉哥 对不起 辉哥 我叫潘家辉啊 一点规矩也不同 辉哥 辉哥 长警 没有你了 你可以走了 我现在就是走喽 我要走嘛 坐过海车喽 难道你把我扔在这儿吗 已经没位子了 没位子是你没用 安排得不好嘛 制作助理 如果你再拦着我 就是我跟你说对不起啊 好 老爷 让让 关门啦 走吧 走吧 老家伙 老爸 这部戏又是你做梅子 梅姨姐的戏啊 真是百看不厌 她演嫌弃梁母呢 就恨不得送个珍洁牌坊给她 她演档母呢 我差一点想进她猪笼 老说老爸 你呢 有没有 抛过你明星啊 你可不准乱说啊 那时候的大老官 那白燕姐 曼里姐啊 个个跟我们情如手足啊 老妈在这儿你不敢说吗 好了好了 你们俩在这儿说吧啊 我没工夫理你们 我去厨房给你们盛碗汤 你看你 惹你妈生气了吧 是你惹她的 我已经帮你把电费交了 我明天给你钱顺便去银行 拿钱给你做家用 我们老两口在家用不了多少 留着自己用吧 还是多喝两口汤吧 厕所啊臭得要命 嗯 拿好东西拿好东西啊 走快点啊走快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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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剧板 没有 今天没对白 坐这儿 坐这儿 这么容易 这里拍鬼片啊 慧哥咋 慧哥不好意思 你好像没换好衣服 怎么才算换好衣服啊 请你指教一下啊 不是 我怕 怕拍到脚 脚怎样啊 做正午要成堂了 有没剧板啊 有有有 又是一张破纸 你也打字员 好不好 总之一会儿呢 一开机呢你就在这儿打字 人一说你就打字 但别出声 因为我们要收音 知道吗 记住了 别着急鼓爷爷还早着呢 等大牌呢 我早就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请再拍一下啊 再拍一下啊 好啊 莉姐 你对这套戏的收拾率 也不信心啊 希望 希望会跑了 各位不好意思啊 莉姐姐可以拍了 好啊 谢谢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好啊 谢谢 方志强渡查 在今年三月十八日 你是不是第一个 进入案发现场 也就是货仓的人 是 为什么你会像疑犯 也就是死者开枪 当时死者挟持着人日 情绪很激动 我担心他会伤害人质 所以决定向他开枪 当时是半夜十二点钟 货仓里面又没有开灯 你就开枪 我觉得你才危害了 人质的安全 那也得试一试啊 试一试 你根本就是故意杀疑犯 因为疑犯在零五年 一件抢劫案中 误伤了你太太 导致她全身瘫痪 所以你要给她报仇 是不是啊 不是 不是 你说谎 给假口公 要做法庭做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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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起托 要做法庭做法庭 你要想他们怎么样啊 你想他们干什么呀 如果你觉得你说几句话 他们就会做反应了 才收你几十块大哥 会做当影帝了 起哄 这里是法庭 起哄法官赶你出去了 起哄 你以为是衙门哪 衙门就可以 要不要叫一声声唐啊 还有啊 这里啊 陪审员要有大学程度 你找几个染金毛的 没错 金毛也能上大学 这是要了命啊 不好意思 我马上换了 我说小姐 起来起来起来 你不要傻笑话 起来 你记着打字用手 听用耳朵 不要老是回头看着我 你这么别造怪我 不认识你的 还以为你有造狂症呢 你也看见了 拍的不会拍 写的不会写 演的也不会演 我今天周楚除三害啊 下午我们这些 拍一天半天的 他就不要博士了 你不知道多好 又对白说 我傻乎乎的坐在那儿 你锁锁锁锁锁 不也一样 老实说 夏慧 做我们这行呢 留不住人 也养不了人 你就干脆让他们 自生自灭喽 跟他们说话都费劲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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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戏先学好了 再谈当明星 先别下车 你家住这的 不用了 不用 我请你坐车 司机 钱我付 两个不用找 谢谢慧哥 谢谢师傅 师傅再见 你这车修好了也是浪费油 扔了算了 把你扔哪差不多 那 修呢 我收你的钱 不修你就省了钱 你说哪个划算 没车开我怎么上街啊 你以为你自己是刘华 怕粉丝扑上来扯烂泥服 什么时候了 还是这种态度 改变一下吧 是了 早知道给你河谷开车房 当老板爬车底对吧 浑死气好好过寿气啊 人贵自知 八年前我最后一部戏 已经要饰演白眉道人了 如果我现在还在演啊 做千年老幺了 谁让你长得又不帅 注定要吃亏呢 没得说 您为车房权 不做戏中人啊 喂 我有哪个角色哪部戏 没有用功努力 没有拼命做啊 你拼命了不起啊 为演戏可惜不会做人呢 监制生日 有没有送液晶电视 红姐搬家有没有送水晶灯 没有啊 没得赶紧倒霉啊 我要不要跟他上床啊 看他心情怎么样了 点他的脚趾刀啊 看他喜不喜欢了 你有没有啊 有我就不用演白眉道人了 你也千年老幺啊 让你 chords 潘家辉 洪姐她等长途电话 那你坐下等一等吧 谢了 其实合约呢 洪姐已经叫我准备好了 如果没有问题 你签个名就可以了 谢谢 小姐你是不是搞错了 签一个秀 你也知道去年你做不满秀 你知道的 这个我想公司不可能再亏给你吧 我想你搞错了小姐 是公司没事给我做 不是有事我不做 那么所以呢 那现在就一年签一个秀 反正报秀就另算了 其实这样对大家都公平一点 一年一个秀能干什么 跟你说一个屁语 江辉 在这碰到你啊 干什么呢 状态不错嘛 怎么也比不上你啊 不是啊 你看你都有腰了 一剑 来了 是是是 最近那个广告拍得你很帅 你看过了 看过了 近来有话跟你说 好好好 搞定没有 吃什么保证啊 嗯 叫两杯东西来 吃饭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什么时候给我鸡拍到台庆剧啊 呃 我看你还是先把 合约拿回去看看好吗 啊 老板娘 半达 你来了 还以为你在拍戏呢 我能拍什么戏啊 哎 在街尾那边吗 今天早上在看你那套大条袋啊 很不错啊 什么时候又有这种好气看啊 下辈子吧 不错啊 对不起了 不错啊 吗 得不错啊 今天我真的很感谢大家 颁这个奖给我 本来今晚我要谢谢很多人 但是我发现我要谢谢的人 大部分都要谢谢我 所以我可以省了 我要谢谢经常叫我去试戏 但是从来不用我的导演 我觉得很荣幸 很荣幸没拍他的戏 我这部戏呢 好莱坞说拿去重拍拍部戏片 去找毕比特 我们这部戏是抄好莱坞的 那么好莱坞的又抄我们的 到底剧本是谁写的呢 我本来今天晚上很开心的 但是我想起原来 咦 这个奖你上一届 是颁给一个龟孙子的 我觉得 是预的 靠 等一下 来 清一点啊 可以过去了 好好好 阿姨 另外那个去哪儿了 去厕所了 辛苦了 让你自己带队 对 没办法 妹妹在医院等生孩子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明晚通告再给你确定 好好好 我帮你做事了啊 我呢 从来没有甩你 是你自己收拾东西走嘛 敢说你没有 我当然没有了 你把我的东西都扔到门口 搞得邻居啊 要报警了 发酒疯发得没有人性 没有 你傻的傻嘛 你老了 你记错了 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说我这个 说我那个 你的戏很差啊 没有天分啊 改行了 不要在这浪费时间啊 你根本不明白我说什么 你不明白我说什么 我不明白 你说啊 你知不知道我说什么 什么叫演戏啊 什么叫演戏啊 演戏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啊 知道吗你啊 你又没见过人喝醉了是这样 我还在这里行啊 你又没见过人喝醉了是这样 他们错了 他们错了 龙哥啊 强哥啊 我永远是小秘密的 我现在眼睛不知道多好 我现在眼睛不知道多好 女号都能得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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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醉就摔瓶子了 摔了 你又来了 你有没有演对过 来来来 请来喝喝 你又没有对过 来这里 这里这里 这里 喝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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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你这么喜欢喝你喝的狗啊 多了 多个屁 每次都是这样 你什么时候改啊你 什么时候见一见你老爸老妈 做不成亲戚 也可以联络一下吗 是不是 好 好 他们很疼我的 对吧 愿一天出来喝茶好不好 是啊 错了 就是全错了 是啊 错了错了 他们都错了就你对 没有对过你知道吗 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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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男剧本的告诉你什么 天下胡说个孙子 买单 谢谢 买单 你对 你对 错了 错了 别傻了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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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得一屋子都臭了 每次都要帮你收拾 还有啊 你的打呼声啊 比以前还厉害 做梦都在骂人 你有没有骂你啊 骂我 一脚把你踢下去 喂 我又没骂别人 咋人东西啊 你说呢 嗯 嗯 嗯 别喝了 只路一条啊 喂 你把裤子穿好吗 我要吐啊 走吧 下一个 哎 小飞 你怎么来了 今天没你通告啊 啊 啊 可是妹妹姐说我十二点钟有通告啊 喂 妹妹 小飞今晚有通告 你怎么没告诉我啊 啊 那你怎么不写上去 好了好了 你收吧 我搞定 小飞 今晚的通告可能要取消 为什么呀 我 我今天都请好假了 没人带你 姐姐 那你怎么不带我呀 今天拍砍人 要男不要女 哎 其实他们打架的时候 我可以演路人假椅啊 我还可以在旁边喊救命 行行行 等等等等啊 喂 表弟 琪琪啊 喂 今晚你那边我出了点状况 我叫林太太那边给你找个北妹 行不行啊 哎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拍戏啊 喂 生木 喂 喂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拍戏 我是佣人 喂 杨仔 喂 晚上过来帮我带个人行不行啊 你带我一块去 东莞是吧 坐车回来 快点 拍 拍戏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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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去哪儿啊 旺角 旺角哪里啊 关你什么事啊 几点哪 不适合你 好了别闹了 看你的面子帮你带一次 给你们说一次啊 一会儿怎么演戏 一开始呢这个客人走过来 一过来的时候看看你 你就上来了 上来呀 靠近点 然后就问他 你看着我好不好 然后你就问他 去不去呀 去不去 去 去哪儿啊 去按摩呀 按摩 我真是知道了 明白了 明白了 那明白了就试一次啊 来 站好眼位 大爷 可以拍了 好 拍吧 好 准备 开机 第一次 开始 停 又叠在一起了 戏也不行怎么搞的啊 笨蛋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您是演员小姐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要站在人家后边 你站出来一点 他把你挡着了 就值得骂人 哎呀小姐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叫你不要站在人家后边 你站在人家后边干什么呢 你出来一点嘛 戴队 我又没做过 我不会演 你这样 你先不要紧张 你别受他们的影响 你做两件事 第一 你站在那儿的时候要挺着胸 挺着胸 因为大部分男人来看女人的时候 都是看身材 这个是你的卖点 还有你看着他的时候呢 你要让他觉得你也很喜欢他 你也想跟着他去的 试试 来 去不去 眼睛不要太用力 去不去 对了 记着 千万不要刻意去装骚 因为只有两种人才会这么做 一种就是很老的按摩女 还有啊 就是很差的演员 或者你可以试试想想 你站了一天了 没有客人 又要等钱用 需要钱买奶粉给你宝宝吃 宝 宝宝 没错 你想象你有 一般人不会做这种事的 一定有原因的 所以你一定是很需要钱 买奶粉回去给你宝宝吃 没有自尊了 你要放下这个 知道吗 去吧 去啊 有点信心 站会 颜妹 来 好 来 拍摆 来 拜拜 喂 你想干什么 可以了吗 好嘞 开摆 离六次 开始 先生 去不去啊 多少钱 你这么英俊 算便宜点了 喂 喂 好了 收货 给一个特写也还差不多 看下面就走 好 卉哥 行不行啊 不错 还可以 还会自己下怼白啊 我就想 我就想 我要许接不住这单生意 怎么有钱喂宝宝呀 交房租呀 寄钱给我的爸爸妈妈呀 拿烟还挺酱的 你家观察你好久了 当然会了 这个妖怪不错嘛 还行吗 要联系的话再找你啊 找琪琪 我是帮她的 行啊随便了 能赚钱就行了 我都说不要钱了 按摩也要收钱 不能白做 快收下吧 那好 我们去喝酒 才三百块 喝两轮都不够啊 不怕的 我有个好地方 可以打折 可以打折 师傅 师傅 早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昨天喝多了 我把你扶回来的 哦 我就是看到你家有好多碟 你一看我挺想看的 就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 也太好看了 这些都是我昨天挑出来的 这我只是听说过 但没想到这个特好看 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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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那要不 你睡觉 我慢慢看 这样啊 你看完这一笔呢 就回家吧 就这样 我 我出去买东西 师父 你干吗呀 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应该回到家了啊 最佳新人奖 潘家辉 喂 江辉在不在 他不在 不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回来叫他打给我 好 再见 师父 你回来了 我看了好多碳 晚上我们吃烧烤吧 就要你个煤炭 煤炭 那你买这么多碳干什么 找我 你昨晚说早收工 为什么带他 带他今天早上啊 那到底算三组二十四组啊 说什么呢 没什么 什么没什么 不说了 小飞明天有通告 那接还是不接啊 麻烦你再帮我带他一次了 好吧 预备 开始 快 别跑 请 穿帮了导演 块又大 又穿帮 还是找个女替身吧 好不好 今天没有女替身吧 那个怎么样 那个 慧哥 他们叫我做女替身 替什么 慧哥 五百 行吗 替什么呀 替胡子 一千 天哪 替什么呀 不行我肯定没事的 谢谢你啊 师父 师父 我应该怎么摔啊 我是这么摔啊 还是这么摔啊 其实刚才这次是对的 但是落地的时候呢 没有力 站住 别跑 小飞 警察完全没配合好 去说说快点 好 别走啊 导演啊 这次不错 不错不错 好不好玩 还行 导演想再来一次 可以啊 可以啊 没事 跌到你们晚意为止嘛 没有赔偿 她是工商 可以索赔的吗 她是个邻居啊 又不是合约演员 赔 我还没说你呢 让她做提升 也不告诉我 你当我是给你打工啊 我是帮你 你们两个 瞎捣乱 可以拍屁股走人 我还要靠电影吃饭呢 医药费是吧 我给五百块 拿去吧 够不够 这五百块 我帮她收下了 走吧 别看了 师父 你说琪琪姐以后 会不会不找我开工了 放心 她那个人就那样 消了这个戒就没事了 师父 对不起 不知道你倒霉 还是我倒霉啊 吃饭 其实佳慧呢 很有天分的 小时候呢 经常让我带着她 进棚投尸 看人家怎么演戏 这么说 是师公带师父入行呢 那很有说 好像不是吧 潘师父 你带我入行坐步警 斑斑抬抬抬 悄悄打打 有低做起打好底子吗 真的吗 是啊 她十九岁那年 在街上走着走着 就被星探发现了 后来就叫她去试镜 拍了一套戏 得到电影金像奖 新人奖 然后就签电视台了 电视台流水作业 不作业没什么 那她第一天去电视台 你又送她上班 顺路嘛 我刚才问过小飞了 她跟我一样 说牛的 那怎么样 才二十岁 走走小五三轮啊 三轮 你想到哪儿去了 妈 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想什么 我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看测过人 嘉辉也曾经红过 师公 你看我 适不适合干这行啊 我能不能红 一个字 圆 观众圆 你记住啊 不是你选这一行 是这行选你 你看 是不是像集村人呐 测一点 整个一个广播梁子 你看你看你看 松龙子啊 行了行了够了够了 赶快去给她化妆 快点 右边脸好看点 左边 你哪里人 我是杭州人 杭州 杭州美女多啊 红色好还是白色好呢 红色会壮色 白色好一点 喂 比如这里呢 你可以放在这里 背后呢 一直延伸到手臂这里 至于这个颜色呢 我想她的眼睛呢 画烟熏妆 颜色深一点 放在袖子上 这件 这样啊 比如说我想 我想在她背后 这个图案 我想要大一点的 这个太小了 嗯 不错 挺适合她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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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是不是真的想入行 我不是已经入行了吗 你今天当然不是了 你做灵骑做提身 靠点小聪明见招拆招 是碰运气啊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真想的话呢 就要从最基本开始 现在你一个人 坐地铁从尖沙嘴到中环 你突然觉得肚子很痛 而且是越来越痛 变成剧痛 但是别让人看见 因为你是女孩 好 还要死生 突然之间 也感觉到你的肚子 有股强大的气流 我叫钟 忠于你忍不住 放了个屁 还很想 旁边的人看着你 旁边的人看着你 继续啊 在香港当女演员 只要瘦就行 不用演技 记住 继续继续 这么高啊 快点 快点 走好一点 去啊 救命啊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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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粗气 在这儿粗气 在这儿 在这儿 不是这儿啊 在这儿做一个很怕的反应 来 就这儿 我今天就住在这儿吧 不行 不行 你想想 有天晚上 我酒喝多了 你正好洗碗澡出来 你才会发生什么事啊 师父 你喝多了就会睡觉的呀 师父 你单纯一点好不好呀 我又吃不了你 谢谢师父 今天我就坐这儿了 我单纯 我不是怕 我是怕你呀 小姐 大家好 我是吴小飞 小飞啊 你怎么选只老虎狗啊 其实你不要看他这么凶 他特别的温柔又可爱 又不是体育节目 海吃 他不错嘛 怎么样 家辉 红姐 现在是经理人了 你转型成功了 我也是被逼的 别那么小气 这行没有隔夜筹 来 聊几句 我下个月呢 有部新戏 很适合小飞演 有没有兴趣 拍剧 三年合约 八千块一个月 这是秀钱 广告另算 对新人来说算不错了 他现在在外面拍电影 一组收一万块 对新人来说算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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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错了 再说算不错了 loאל 说什么 他家里 我不是不相信你 但是我的重量似乎 没问题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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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 尝一遍 来 多多指教 你看看我们公司拍多少戏啊 我们老板啊 今天要拍十二部 一部是张子怡 一部是刘德华 你放心 我会请很多大明星来客串 让他们来衬托你 再联络吧 我们先走了 好 再联络 这种王八蛋气他吗 满嘴逃火车 听他你死定了 喂 你为什么碰我多情 哎呀 你的球是自己掉下来的 不管我的事 以后不要动我家的东西 师父 你为什么不把这奖 放在柜子上呀 因为他一直都住在里边 从来没想过要搬出来 你们师父俩不错嘛 一组接一组 一组 一组 挺好的 要教人家呢 就要用心教 不要耽误人家 我什么时候耽误人家了 对身边的人 要求高是好事 不过有时候 也要顾及人家的感受嘛 行吗 最近流行这个 那还用说你落伍了 落伍 我真的不会看 你行啊你 有了这个 走运 走运 他比我红啊 你现在穿拖鞋 吃软饭吃得你这么开心 我跟他是师徒关系 你去死吧你 知道吗 我是他的经理人 经理人 师父 不如买这辆吧 是啊 才四十多万嘛 经理人给得起 说话得轻巧 随便找一辆能走就行了 你不是走运吗 小财不出巨星 怎么会诞生呢 好啊 把他给我 钱慢慢地算啊 给你 你给我吧 是给你啊 四十万啊 四十万 干脆杀了我吧 你想歪了 欠揍啊你 师父 放讲一夜今天首映啊 那怎么样 就是我有参与那个戏啊 我摔了十多次 我觉得好想去看呀 首映的票没得卖的 那你就问问朋友 问问导演 看有没有哦 是啊 经理人一定要看 精益求精啊 难道有人大马趴那么开心 来呀 看人怎么大马趴 我 师父 求求你去看看吧 嗯 哎 出了点再看吧 啊 嘿嘿 喂 哎 哎 不用理他 我请你看 我明天买张盗版就找你 怪不得你和师父是好朋友呢 我今晚就买张盗版不找你 停 可以 停 反尾 哎 导演下一个怎么拍啊 第一个镜头第三次 拍个特写 哦 好好好好 哎 怎么着 下个怎么样 嗯 哦 好 麻烦你下一个大特写 来 怎么的啊 帮过来 好 好 帮过来 帮过来 小飞啊 这个镜头呢 就是接你回头那个特写 知道了 那么就 你刚才不是见到 你那个 曾经很喜欢的男人吗 跟他的全家一起走过 那么所以心情呢 应该很复杂 那我想 我想你做的就是 一转身的时候就 开始哭了 尝试 你你慢慢酝酿一下 我想你一转身呢 就有眼泪 行吗 好不好 可以了 试试 小心 可以来了 谢谢姐 回燕卫 回燕卫 好了 正式 开始 停了 给他一瓶白花油 好 王姐 白花油 不好意思 导演 给我一分钟 快点 来 白花油 你记不记得 我曾经跟你说过 要抓住一些真实的感觉 你相信天长地久的爱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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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相信 我都觉得我 我妈妈去世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结婚二十年吧 我爸就记得喝鸡汤 我爸就每天 不会做饭的 我爸爸 只会从邻居学来煲汤 一天一直无忌 风雨无阻 我爸总发现 无忌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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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还有没有其他很疼你的人 我奶奶很疼我 我从小爷爷奶奶都很疼我的 然后他们那时候 每天会 他们就会很难受 然后就那种心情是 我又要 又要把这些东西 开心地吃掉 但吃鸡我不开心 就是要不能 面对 我的这些 今天会不太舒服 然后你们 看电视啊 我回房间睡觉了 然后就是根本忍受不了 就是一转头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就哭着回到房间里 但是不会出任何声音 好好记住今天这个感觉 将来演戏一定会有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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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婷 生日快乐 谢谢 贵哥你也来了 来 坐 好 好 来 同奖进去啊 贵哥 水面 安婷 叫我贵哥啊 知道了 第二个朋友给你认识好吗 好 好 来 叫你不要带师傅来吗 你收了你喝啊 没关系啊 来 快点喝快点喝 快点喝 快点喝啊 贵哥酒啊 贵哥 贵马可 金牌经理人马可 小飞 马可 坐下坐下 来 坐 你哪儿来的 杭州 你声音真好听 赶一杯 来 来来来来 好 很漂亮啊 会不会唱歌啊 会一点了 好啊 唱几句听听啊 好啊 我最爱爱人 你放下很远离 你真爱情 你爱我学来笑容不容 唱得不错啊 唱得不错啊 这小妞儿很有前置 喂 你不是说她有经理人吗 有 在下面啊 要不要叫她上来 来 坐 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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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辉 喂 坐坐坐 坐坐坐 你们慢慢聊啊 坐 您是小飞的经理人啊 什么呀 哦 我正在搞一个七人女子组组 我想签了她 好 这样也能当歌星 就算她歌唱得再烂 我也有本事推在上洪馆开歌唱 好 把你也签了吧 我当歌星 你当保姆 怎么样 开歌架了 我也买断她 不是每个人都有架的 你 什么呀 好了 失败了 继续 走吧 走 江辉 多个冷啊 我你自己啊 你刚才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 娱乐圈很复杂的 你自己小心点 哎呀 都是好朋友 人家跟我开玩笑呢 他当然想跟你玩呢 最好玩一个晚上 男的跟你讲感情啊 哎 我刚才看见你跟马可在说话 你们都说什么了 瞎聊喽 都瞎聊什么了 他说想接你给你出唱片 啊 真的 哎 那你怎么说的 他喝醉了 乱说的 哎呀 那我们回去跟他讲清楚吧 或者再约一天 我们好好谈 啊 我推了 你有没有搞错呀 你以后做什么决定之前 能先问问我吗 这件事不是由我决定吗 是 你成天捧我推戏 你这个也不让我接 那个也不让我接 这都是我的机会啊 什么机会啊 一堆女孩喝得醉醺醺醺的 谁也不认识谁了 这个也是歌心 那个也是歌心 机会 你想出名啊 先做好一件事 把戏演好了 好不好 是啊 是啊 你手硬不让我去 戏不让我演 马可你也不让我牵 我戏演得再好有什么用啊 都没有机会 那你自己去谈咯 我看你怎么碰壁啊 碰壁就碰壁 我又不是想成名 反正我年轻我有的是机会 我不想放弃这些机会 我不想像你似的 天天在家里等着机会找你啊 我看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翅膀硬了 干什么 我走了 走什么走啊 师父 你回来得正好 这块杀鸡 可以送给我做纪念吗 因为那天 演花样爱情的时候 你给我讲戏 让我印象很深 你那天对我特别好 特别关心我 我忘不了 别这样啊 干什么 我想清楚了 我一个晚上都没睡 我觉得 我根本就不适合做演员 其实你真的很有天分的 有天分有什么用啊 你也有天分 不过师父 我还是要谢谢你 你教了我那么多 我以后 有机会再报答你吧 师父 再见 喂 这个 送给你的 你跟曹猛拍的海报 拍得很漂亮 别这样了 我经常都在骂人 我骂你 是因为我关心你 我想你好 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是一个失败的演员 我不希望你走错了路 像我这样我不想 你明白吗 好吧 别哭了 别这样 别这样 师父 我是不是演得特好啊 都是你教的好 都是你教的好 你原来不是要走 你是在找师父 没有没有 师父啊 这太好看了 师父啊 你觉得瓜在哪里比较好 我觉得瓜在这儿 你觉得瓜在这儿 你觉得瓜在这儿怎么样啊 你觉得瓜在这儿怎么样啊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可是我怕他不认识我 那他是个好导演吗 香港算数一数二一 他找你拍戏啊 他又去日本拍一部电影 那个女主角选了好久都没选到 我想去试试 去日本拍还是女主角 怎么会找你演啊 也不是所有女孩都肯演吧 要拖是吧 你不说的是个好导演吗 好导演又怎么样 要你拖上面就拖上面 要拖下面就拖下面 我就觉得是个好机会 我想让你明天带我去试试 再说也不一定像你想的那样 拖得那么夸张吧 好 你别后悔啊 故事发生在日本 她是一个很清纯的女孩 虽然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很多挫折 甚至出卖过自己的肉体 但是她一直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希望 她一直都在找自己最爱的人 就算有多大的挫折 到了最后呢 也要努力做好自己 因为主题是情爱 所以无可避免 戏里面的男女 都需要有不少的暴露场面 我要的不光是走出来就脱衣服的人 我要的是真真正正知道 演出的演员 但是不介意暴露 你觉得你敢不敢接受啊 我觉得我跟这个人物真的很像 我没问题 不好意思 难不能把手放下来 也不知道 日本现在还多是多 你真的想拍这部戏啊 第一场戏 你跟男主角 第一次见面说不到三句话 你就在她面前脱衣服 还有啊 两个人开车去吃饭 突然之间把车停在路边 就在路边搞上了 这样也行啊 这句话写得好 二人不理世俗夹锁 赤裸裸地释放自己 浸淫在肉欲之中 写这个剧本的人真的该打耳光 这就是色情片了 导演讲 这是一部艺术片 我觉得情节都挺合理的 导演说了 这部戏还会到国外去参展呢 导演说说嘛 一定行啊不行怎么办 不行你就是三级片女星 永远甩不掉只能拍三级片 你说你怎么办 我真的觉得这剧本挺感人的 我也特别有感觉 我想接这部戏好不好 师父 以前什么事情 都是你对我做决定 这一次 我想自己做决定 好不好 这样吧 拖不拖 让老天太做决定 最公平 人头就是拖 等等等等 人头不拖 自拖 好 我还没选好你就拋了 那你说呀 自拖 人头不拖 你想好了 好了 好了好了 那边这边还是这边 好 好了好了就这样 就一次啊 是啊就一次 想好了 等等 等等 对 好了 那导演看看 导演 我觉得这场戏 裙子应该再短一点 会比较合适 你觉得呢 你认为呢 也可以试试 这个行不行 短是好看点 换一条短的好不好 好好好我去找找 好不好看啊 你看 该到这儿 你脱上瘾了你 人家好像没有让你这么彻底呀 我也不是暴露狂 我只是觉得这样对这个角色有帮助 你不是教过我演戏要求真求和理的吗 行 你都学会了你 哎 难道你想让我穿着运动服半性感啊 穿着运动服半性感呢 那才真叫演技了 挑战难度吗 行啊到时候在现场 你穿着运动服半性感我来学 什么现场啊 怎么了 哎 难道他没让你去日本啊 他们没叫我去啊 怎么可能呢 请问为什么没有安排辉哥跟我一起去日本 我们预算有限 这个辉哥也明白 如果你想他全程跟着你拍戏 机票和酒店钱叫你们自己出了 机票和酒店的费用可以从我片酬里扣 你不去我演不了 我不在现场你不会演戏啊 可是你可以教我演得更好一点啊 如果你把我当师傅 我要教的已经教完了 以后靠你自己了 你当我是经理人呢 合约看过 片酬也谈好 你当我是保姆 想有个伴儿跟进跟出 干脆我给你请个女助手吧 我不会去的 我怎么可以在现场看着你 跟别的男人 拍亲热戏呢 你行 我不行 我没那么好的眼睛 我知道 我就是想让你陪在我身边 你这样吗 对不对啊 老板娘 两点 好 不是 两点杯面 你要半打豆翅鳞鱼 半打五香肉丁 一打菊花茶 你借爷爷还是打仗啊 打日本鬼子 有原子弹你要不要啊 火箭我也有啊 这些护肤品呢 全部呢 都是敏感皮肤用的 这个呢 太阳油听说很好啊 还有 这些暖包 上个雪山一定适合 不过呢 是日本制造的 我还买的药 这个重要了 你看 你拍亲热戏的时候 给对手一颗 然后自己吃一颗 记住 你决定的要做 就要做好 别想其他事 演员就应该这样 这个厉害了 可以喷哪 如果你手受伤了 要洗伤口 洗完了之后呢 接着就喷 那就会有一层薄膜 还有啊 这个饮药水 实在哭不出来的时候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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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